营造職場友善一起比個讚 在台北市勞動局與勞動檢察署官員見證下 21家業者包括電信、有線電視、承攬電信營建業者代表 共同成立台北市資通訊永續安慰家族 並宣示以营造職場友善、實現勞動尊嚴 促進工作安全及互助互惠和諧四大願景為成立宗旨 中央勞動部針對我們台北市的轄區的部分 推動了安慰家族的計畫 主要這個計畫它除了經費跟能力的補助之外 希望我們轄區可以推動大型的企業 召集相關產業的或者它自己的承攬商 來成立安慰家族推動安全衛生的事項 我們納入轄下的所謂的有線電視等等 會有所謂的共同的危害的作業的情況 比如說他們經常部線會有在一些屋頂採光罩等等 這種墜落的危害 另外在外想作業也有可能會有一些配線 會有感電的危害等等 相同作業的情況的產業 把它納入到這次我們的安慰家族成立的成員裡面 那我們希望共同推動打造台北市職場環境的安全跟衛生 這是我們成立安慰家族的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目標 安慰家族它就類似剛才提到 它是利用普攻英的一個把經驗做一個分享 做一個散播出去 那一般我們在推動上當然大公司資源經驗會比較豐富 那中小企業這邊談的是100人以下的這種公司 基本上它不管在經驗也好或是相關資源會稍微比較不止 那需要大家一起利用這種大廠代小廠把這種制度建立起來 那後續主辦單位都會安排相關的一個譬如說信念或是觀摩輔導 讓這些中小企業的安全衛生水準能夠做一個提升 由於有線電視普及與通訊科技進步 家家戶戶在收看有線電視或使用網路服務時 業者需要事先進行步線工作 工作動線廣泛 墜落感電災害風險高 因此中家寬平常得萬上力管有線電視 也積極加入安慰家族 為健全勞工職場環境善盡責任 除了學習這些時機推動的狀況之外 最重要當然是帶到企業裡面去推動跟弱勢嘛 我想安全的這個工作的環境是每一個人 包含我們最基層的勞動者都必須要知道的一些法規的規定 跟公司制定的標準作業程序嘛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透過安慰家族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每個參與的人都能了解到這方面治安慰的一個專業的智能 甚至一些新的比如說這個不法侵害的這樣的計畫 或是人影工程的這些預防的計畫的內容 我想治安慰的領域其實是非常廣泛的 安慰家族未來會接續辦理專業訓練課程 並由北市勞檢處安排經營者與主管集合訓練課程 提供家族成員最新的治安相關法規動態 確保勞動者權益 促進勞資和協建構安全優質的勞動環境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